人民幣有機會升破陸船嗎? 美匯指數跌破90,有美國投降預期 人民幣有機會在2021年升破陸船 有讀者希望我探探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 我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極高 而破陸之後還會一再挑戰高位 而反映中美在國力上的不斷拉近 美國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確診人數2.1,800萬最終可能近3000萬 死亡人數2.32萬最終可能近55萬 死了這麼多人,對國力怎會沒有影響? 加上期間對社會資源的虛好 對生產系統的破壞 無可避免會對美國的經濟造成嚴重的削弱 相反,中國只花了3個月的時間以控制了疫情 令經濟在4月後以基本上恢復正常 經濟上的損失遠比美國少 如是也導致美國更難全面切斷與中國的關係 且反令中國有機會侵佔了不少元屬於美國的市場 中國國力的確因易得到提升 一個國家的貨幣價值 所反映的其實就是這個國家的整體國力 中國的國力強了,美國的國力弱了 一定會在兩國的匯率上反映出來 現在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 是6.54元人民幣對1美元左右 距離6元人民幣對1美元只差9% 只要中國的實力升4.5% 美國的實力跌4.5% 加起來就有9% 就可以填補者的差距 一點難度也沒有 以上講的是宏觀國力上的比較 而外匯市場的參與者不太看這類因素 他們更著重利率與對外貿易的數字 前者決定持有哪種貨幣收益會好下 後者決定那種貨幣在外貿市場上的實際需求 現時中國的利率漢升 因為明年第一季的中國經濟增長 極可能有雙位數字 中國需要加息去冷卻一下過熱的經濟 而美國在這兩年裡都不可能加息 這不單是因為聯儲局增這樣保證過 更因為美國的經濟差 美國的企業根本負擔不起更高的利息 現時 中美的息差高達2.5厘 逐而吸引國際資金流入中國的債市 尤其是富士羅素公司把中國國債納入 WGBI之後 不少海外基金都有需要增持中國國債 以免偏離WGBI 的基準 這將令人民幣再投資市場的需求大增 人民幣匯率盪升 此外 由於中國的強對外開放 容許海外直接投資的選項不斷增加 很多海外資金都不顧美國的恐嚇 繼續增加對中國的直接投資 導致中國的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二年升了七個月 要去中國直接投資 當然要用人民幣 人民幣的對價因能不升 至於在外貿市場 中國的貿易順差症不斷創新高 如果中國在出口時指定要收人民幣 不收美元 美元的需求就會大降 而人民幣的需求就會大升 中國不想人民幣升得太快 亦不想過度刺激美國 所以我估計 中國暫時不會這樣做 至少 地έ利 雷 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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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雷